像 对 喝茶的人 其实就习惯了嘛 习惯等待 其实可能我昨天还在等待 我在等待我的下一部戏的角色是什么 就实话实说 我特别感谢我十几岁那会儿就来到北京 是我爸爸和妈妈特别支持我来到北京 那是坐绿皮火车 站了27个小时 我真不觉得累 我觉得心里好像有一个火在给我点着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 但我一直在寻找方向 我也没说我要去学表演 所以特别感谢十几岁那会儿我的这个坚韧 我觉得27个小时 但我不会觉得累 就为了自己的大胆的梦想去创 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向秦晴说的这一段 我觉得就特别想保护它 我特别能感受到它肯定以后能行 但是这个行就是千里马长有 伯乐不长有 可能他遇到他的伯乐的时候 小红书